10年了,这里没有电,黑暗中他们怎样生活? 这以前是灯的开关 小村什么时候才能亮起来?今日说法问博出,谁来点亮我们的灯? 各位好,这个是今日说法,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教授 马教授,现代生活有几个要素好像是必不可少的 水、电、气 这三样当中要是少一样,就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方便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当中 主人公就住在距离温州市不足20公里的地方 但是那个地方10年了 他们的电灯始终没有亮过 到底是怎么回事?来看一下我们的记者发回个调查 横坑自然村坐落在温州市欧海区一座海拔400多米的横坑山山顶 距离温州市20多公里 当地人告诉我们,这条路上去走到头就是横坑村了 据当地人介绍,这条路是横坑村与外界相连的唯一一条路 开车进村大约15分钟 走进村子,我们遇到了一个年轻人小吴 小吴说村子里原来有电,后来停了,而且一停就是十年 以前我们自己这里发的 自己发?自己怎么发? 自己有个小水店,小水库,小水店这样吗? 那个水库是谁建的呢? 我们自己这里本地人建的,本村建的,自己建的 小吴说,听老一辈的人讲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村子里自己建了个小型发电站 专门给村里供电 后来1999年的时候发了一场大水,发电站给冲垮了 在小吴和村里老人的指引下,我们找到了以前的发电站 这个是79年开始,然后呢就是修好了开始发电 发电呢,他们呢就是能留在这里啊,就是值班的 是村里的人吗? 村里的人,100平方左右吧,100还不到 100不到,这个房子是原来是干什么的? 原来就是电站那个发电机那个在这里嘛 那两部机器在里面嘛,还有个开店的人也在这里嘛 小吴说,自从发电站被洪水冲垮之后 村子里就彻底没电了 没有电的日子很难熬 为了生活,村民们开始自谋生路 后来嘛,人们先帮下去,路路去的先帮下去 原来村子里有200多人,现在几乎全都搬到山下去了 但是山上的承包田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 为了不让自己的地荒掉,村民们每天要爬到山顶干活 现在我们主要是电了,没电什么事情都不能干 在村口我们碰上了一位村民吴爱德 由于身体原因不方便外出打工 就靠着挖竹笋和砍一些毛竹赚生活费 每天早出晚归 每天早上几点上? 听过六个人走 听过六个人走 你自己走上去吗? 走上去,那不是自己的 那你应该走多长时间? 每个人都在走 两个人就走 还是跪上去要走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嗯 每天几点下来呢? 好 不你给我走 不你十点就过来走 晚上下午十点就下来 因为山上没电 吴爱德只好和母亲在山下租了一间40平米的房子 条件非常简陋 虽然政府给他补贴一些钱 但是一年房租一千五百块也让他感到吃力 这些年他就盼着山上能来电 他好搬回山上住 这样种田也方便些 小吴说以前他们村子里特别穷 上山下山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两年前政府的康庄工程让他们村里通了公路 这下子不仅是老年人 许多年轻人也想回到村子里搞点赚钱的营生 可是因为店的问题阻碍了他们致富的脚步 为了能让村里通上店 小吴说村民们可没少想办法 首先是先走到村镇这样子的 他们说资金太大了搞不出来了村里没钱了 然后我们就向市政热情反应 市政反应他们说要叫我们等 他说这个不是什么里面什么体质 我也搞不定清了 反正还没搞好呢就叫我们等这样子 到底是什么情况导致横坑村十年用不上店呢 记者来到了温州电力局 目前在我们市区的欧海区来讲 还存在着五个小水电的自贡区 牵涉到十来个这样的一个乡镇 它不属于我们供电的一个区域 吴副局长介绍说农民用电一直是由农村的小水电站来负责 这叫做自贡区 自贡区不属于温州电力局的供电范围 而小水电站则是农村集体企业 横坑村就在自贡区范围内应当由当地的桃园水电站负责供电 桃园水电站的代站长告诉我们 横坑村是他们的供电范围 但是自从村里建了水电站之后 他们就没再给横坑村供过电 而且现在桃园水电站也有难处 供电就是我们这里有个困难的事 困难就是一那么有的资金 我们店家都是亏本的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最大的就是 我们这个电我们就不够给他用的 我们稍微有点尝试比一下 因为上面现在就是似乎人家 又没有什么大工业或者大商业 基本上都是以照明为主 那一个月能消耗多少电呢 我感觉我感觉桃园电站的这个说法不是那么很令人幸福 温州电力局的吴副局长告诉我们 每年电力局以很低的价格 我们卖一定量的电给农村小水电站 所以他们根本不存在资金以及供应不上电的问题 横坑村一直没电应该另有原因 没什么效益吧 因为电量太少了 又要这么样的投资 还有这么样的无副 可能效益不是很明显 吴副局长给我们算了一笔账 给横坑村供电需要架设电网 安装相应的电力设备大概需要几百万 而横坑村只有40户左右的人口 一年的供电收入微乎其微 投资与回报不成比例 这才是桃园水电站不愿意给横坑村供电的真正原因 难道横坑村的用电问题就无法解决了吗 历史一流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温州地区的农电体制改革 尚未完成的一部分内容 还剩下来这样的部分内容 吴副局长说为了解决农村用电难的问题 1999年国务院要求国家经贸委牵头 进行农电体制改革 将小水电自贡区的农电人员和财产 划归到国家的供电企业统一管理 最终实现农村和城市用电同网同价 吴副局长说横坑村的用电问题已经纳入到了农电体制改革的范畴 而目前改革还在推进中 我们了解到 当地农电体制改革是在经贸局的牵头下进行的 那么欧海区经贸局在横坑村的用电问题上都做了些什么呢 欧海区经贸局能源科的李科长说 农电体制改革 需要电力局和农村的小水电站协商进行 如果协商不下来 他们也没办法 只能等区里的领导来解决 那么为什么这两方面协商了将近十年 还是没有一个结果 而让老百姓在黑暗中等待了十年呢 那么这里呢 人员有两部分 一 这个水电站效应好的 它的收入 每个资工的收入 高于我们 拱电资工的收入 年收入 那么如果它这并过去呢 他们觉得吃亏了 不愿意 那么一些收入低的 效应不好的 他们呢 办法的早一点 进行改制 并到电力部门去 欧海区委书记 谢在心告诉我们 因为一些小水电站 对于利益换得换失 不愿意划归到电力部门 而电力部门 也不愿意接收这些小水电站的职工 电网部门觉得 那么多人到这里来 也他本身就是没有多少专业知识 也不是什么学校毕业 这叫做这些人可能年龄偏大 那么如果这些人都进到电网去的话 对他们也增加一种压力 一种负担 谢书记说 正是电力部门和农村小水电站 对于人员安置 以及经济利益的分歧 导致了农电体制改革进展缓慢 那么这个形象就是双方的接受的过程 那么政府一定不良 工业们的最后的解决问题 就是政府买单 谢书记表示 不管农电体制改革有多困难 他们也要尽快想办法让横空村通上电 大概到7月份 就是台风季节来到之前 是我们老百姓能够通上电 小吴说从这里望下去能看到城里 小时候到了晚上 他经常跑到这里看城里的灯火 感觉很舒服 现在他还是喜欢来到这里 您看这个横坑村 又不是说是人机罕至的地方 距离温州20公里 就这么一个地方 10年时间 所有的居民黑灯瞎火的这么过来 大家心里总觉得像供水供电的供气 这样关系到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条件的事 总得有人管 所以咱们国家法律当中 对于供电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我们国家法律 关于供电的有关条款还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电力法 这在1995年就公布了 后来在2005年 我们还专门制定了电力监管条例 那么电力法里头其中有一条规定 就是供电区内的供电营业机构 有义务向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供电 不得拒绝供电 这是一个它的法定义务 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 当然它的特殊性子就在于 它不是一般的政府机关 通常情况下 供电企业是一个公用事业机构 既有政府的职能也有企业的职能 所以它是一个双重决策的一个机构 在供电这个问题上 首先它应该是履行政府的职能 就是保证所有的居民 所有的农村农民都能够用上电 其次才是作为一个企业去追求它的利润 对 所以您看1999年开始的农电改革 到现在10年时间了 这10年恒腾村一直是黑灯瞎火 政府有关部门在改革的过程当中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和职能 它仅仅只是一个协调吗 政府的角色 实际上我们很多年前 从中央的文件和我们理论的研究 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 就是政府是负责经济调节 市场监管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 那么像这种农村的供电问题 当然应该由政府来承担责任 你比如说电力局和政府或者经贸委之间 就这个问题进行互相的推诿 实际上是不恰当的 相反应该是几家合在一起 按照电力法和电力监管条例的规定 来协调好这件事情 共同来拟出一个方案 就供电企业它的特殊性就在于 它不是一般的企业 它是公用事业 公用企业 而公用企业的特点就是说 第一要完全服从国家的公共要求 公共利益的要求 比如说你要向居民或者农村的村民 保证持续性的供电 你不能中断 第二 你的价格是受国家控制的 同网同价 一个电网一个价格 而且是国家在审核了成本之后 进行的统一定价 第三 你公用企业单位 你在提供服务的时候 应该是均衡的平等的提供服务 而不是说厚此薄笔 不能说这个地方有钱 我就多供一点 那个地方 这个穷建不起电网 我就可以不供或者少供 那是不可以的 十年了 我想怎么也能想出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 但是一直拖到现在 有没有可能像咱们 比如说其他的行政行为一样 在程序上有一个相关的规定 比如说你必须在多长时间内 给予书面的答复 否则的话 在法律上有没有说法 那么按照现在的规定的话 因为政府的相关部门 比如说经贸委也好 供电局也好 甚至是区政府也好 都有义务来解决这个问题 甚至是有义务去协调处理这件事情 如果他不履行这种义务的话 我想村民完全有权利去请求政府相关部门去履行义务 不履行可以提起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 来通过这种法律手段来维权或者解决问题 如果久拖不绝的话 会不会构成不作为 他应该说是另外一种程度的行事的不作为 他不是说不答复 他也答复 他说你们等着吧 我们会协调会解决 但迟迟得不到解决 实际上是一种拖延履行职责的行为 这种拖延履行职责的行为 当然也是可诉的 也是可以被起诉的 其实任何改革都会涉及到利益冲突 任何改革也都会要付出代价 但是关键就看 这样的改革最终汇集到的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们也希望当地有关部门 能够让横坑村的村民早日的用上电 这样的话 横坑村的村民也能坐在自己家里 去踏踏实实过着有电的人 感谢您关注本期 金银作法 感谢您的邀请参与的周末 谢谢 明天同一时间 金银作法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